哈喽,大家好,我是Satoshi 今天要介绍一下这个史诗模式1 第一章的通关要诀 相信这个国际服应该也会很快把这个史诗模式1开出来 可以看到这个史诗模式1总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是这个草剔柴 里面有一些角色使用它们去通关可以增加比较多的Buff 如果你有这些角色是可以把它们用在队员上面去增加这个Buff 这个第一章它全部的关卡总共有10关 全部的属性都是蓝色属性 优先选择只是属性的角色去通关 会比较有力 看到它里面有个有力的条件就是用弃绝 冻结石化的技能打敌人的时候会增加150%的伤害 但是被敌人打到的时候会有6秒钟造成敌方5%攻击力的火伤效果 有6秒钟啊 当你一直被敌人打的时候这个火伤是会越少越痛的 这点要注意哦 现在来试一下通关 我自己队是选用了这个风巴当队长啦 如果大家有大蛇我是建议用大蛇去通关 因为它的核心可以在两格气以上的时候会一直恢复这个HP 就算被敌人打到可以看到这个火伤一直烧你 但是你维持在两格气以上的时候这个体力会一直恢复 可以很轻松的通关咯 如果你没有大蛇那你也不用怕 你可以选择一些角色它有这个BUFF 就是这个打手啊可以增加这个HP回复 或是打倒敌人的时候可以回复HP 但是我建议还是要小心一点 尽量不要被敌人摸到 因为这个火伤是很痛的 我这里有练过这个BUFF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这个火伤烧也不算是很痛 如果大家没有BUFF起手 被摸以下大概会烧三分之一左右的血量 所以这个死侍模式1它是很考验大家的耐心 这些BUFF他血量在一行半以下的时候会有这个霸体出来 使用必杀就可以把他的霸体破坏掉 现在来介绍一下第一张最后的BOSS 这个BOSS是这个暴走的草气财咒啦 这个BOSS是这个暴走的草气财咒啦 这个BOSS是很难打的 因为你打他的时候 他有一个BOSS就是帮你有这个火伤 你打到他的时候身上会带有这个火伤 会一直烧 而且这个火伤 随着这个时间慢慢的会越来越痛 就是烧你会越来越多的血量 所以我是建议用大蛇去打这个最后的BOSS 草气财咒啦 可以看到这个BUFF会每一秒钟扣3700多这个血量 但是大蛇每一秒是可以回复5000多这个血量 所以是很轻松 而且这个血量不会扣 这个草气财咒 每到一段时间他就会放出两个影子分身出来攻击你 这个分身是可以打死他的 尽量把大蛇 用在这个分身出来的时候 将他们一波带走 这些分身也是很烦的 一不小心被他摸到也会有这个火伤 而且可以叠加到五层 这个时候血会掉很快 使用大蛇 使用大蛇 我是建议把这个草地财咒灌在这个墙边 他每到一段时间就会全身无敌 然后放这个气功 但是也很容易去躲过这个长风气功 没有三气必杀的大蛇 使用这个武器的大蛇 也是很不错的 尽量把王卡在墙边 把他一直接 这样这个输出会比较急性一点 有出大蛇的朋友应该是很轻松可以过关了 那如果没有大蛇的玩家也不用怕 我会介绍几个比赛好用的角色去通这个死士魔士医 这个96年的版奇聊也是不错的 他使用这个技能会有5秒钟的霸体 而且他自身也是50%这个队长技能的加成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女版的七架设 他的队长技能也是很强的 另外他的核心里面会有这个效果 就是使用这个技能打到的时候 暴击发动会带有这个静电的伤害 如果暴击发动的时候 这个静电的效果会马上解除 造成两倍的伤害是很强的输出 如果大家都没有以上两个角色 可以选用这个万圣节的酷辣 他的核心有个可以减少火伤的核心 另外也会增加这个集体的速度 另外他的核心使用这个冻结打到人的时候会增加这个伤害 配合这个死尸通关模式 他里面的有利条件 使用这个冻结的效果 去打这个敌人 会增加额外的50%的伤害哦 如果没有大蛇的玩家 我建议打手尽量选用一些有回复HP的打手 比如这个酒吧的亚点娜 3-1-8 这个机甲暴风 这个绑极量都是可以回复HP的打手 可以看到酷辣辣的进龙进出来的时候 可以对敌人增加额外的输出 另外他的集气速度也很快 尽量不要被这个小兵摸到啊 因为我是有练过这个Buff 这个体力会比较多一点 如果大家一开始的时候 被这个小兵摸到 会扣大概三分之一的HP 不要注意哦 现在使用这个酒吧亚点娜来作为队长 这个最终的Boss 他的火伤是很强的 基本上每一个角色 除了大蛇以外 都不可能撑到最后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 有这个酒吧的亚点娜 把他使用出来当队长 虽然没有增加这个攻击力 但是他每三秒钟可以回复2%的HP 现在我是故意被这个小兵打到的 可以看到这个HP在一直掉一直掉 他每三秒钟可以回复这个5000多的HP 他每三秒钟可以回复这个5000多的HP 这样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打这个王了 库拉的他的三进龙打中这个敌人的时候会有这个冻结效果 而且也会增加这个伤害率 尽量把这个大招留给这些影子分身 再配合这个打手可以增加10%的HP 这样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熬过这个火山 一般带两个只是属性的角色配这个亚点娜 是很轻声可以过关的 受到火山的角色不要把它换进去哦 就算你把这个火山的角色换人 他在背景里面还是会受到这个火山的 被直接烧死了 这是要注意的地方 对仇总的 尽量一下 反処了 不应该是有用的 被采用金融化 会发生的 呃 有毒 很严極 史诗模式1和史诗模式0,这个难度的差距是很大的。 是不但要考验大家的耐心,还要对这个角色,就是比较多的角色,在史诗模式1通关会比较轻松一点。 如果你没有很多角色去选择,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我拍一些视频出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先把一些资源留下来,把值得练的角色又先练一下。 这样会比较轻松一点。 那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 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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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